直到李宗炫的聊天记录被曝光,林宇儿、申慧金、孔生炎等一众女星才松了一口气,将时间到回2019年2月,一半前成员李生炫开设的夜店里,爆出了电源殴打顾客事件。 一旦激起千层浪,随着媒体的深入调查,李生炫等一众男星误化女性进行性招待的丑闻被曝光。 而其中一位就是CNB的副主唱李宗炫,在韩媒公开的记录中,她和已经实锤性骚扰而入狱的郑俊英来往密切,言谈之间完全把受害女性当作玩物来看待。 事件爆出以后,发现她真面目的,网友痛批,她是衣冠禽兽,然而在回顾过往,她对待女明星的小动作时,有细心的网友发现,李宗炫的行为完全可以把衣冠两个字去掉。 年末舞台上,她在众目睽睽之下,把手放在林宇儿裙底。 家族演唱会上,她公然对AOA师妹深会惊喜凶,手被推开后还不死心。 除此之外,她还发私信,骚扰一些美女网红博主,而最令人不适的,还要数她和孔生炎的互动。 早年两人参加了一档综艺,我们结婚了,虽然是假装恋爱,但其他爱豆,基本都是保持距离点到为止。 只有李宗炫屡次跃解,两人上个楼梯的功夫,她能避东对方三次,一找到机会,又上前勾肩搭背。 甚至还耍小招数作弊,赢得了游戏,要求孔生炎主动亲她。 如果这些都不能作为鉴定她人品的证据,那还有她队友的爆料。 有一次,两人来到了李宗炫的公司,见到了CM部的被厮守李正信。 孔生炎问李宗炫,此前交过多少女朋友,李正信做得手势是这样的。 在採访中,被问及谁最关心女性话题时,江敏赫也是毫不犹豫的爆料。 最重要的是女性的关心? 啊,总盐兄这个。 我们听起来,总盐兄弟们的评论是1000GB的评论。 如果不是胜利们被爆出,那李宗炫还会在圈中继续肆无忌惮地骚扰女爱豆。 但为人震惊的是,李宗炫的所属公司FNC并没有因为此事将其开除,因为她和公司高层有另一种关系。 在看到郑荣和被警方带走以后,真正犯罪的李宗炫开始悠哉地吃吃喝喝。 2014年,CNB的队长郑荣和因涉嫌非法交易公司股票被警方调查,而要谈及这个事情的缘由,还得从刘在时说起。 就算你不了解韩语,你也一定听说过刘在时的名字。 韩宗明嘴数一数二的国民MC。 2015年,已经经历了很长时间,没有所属公司的刘在时,突然宣布加入FNC,也就是郑荣和的乐队,CNB的所属公司。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,导致FNC的股票价格暴涨了将近30个百分点。 而此时,有人向警方举报,这个公司有人利用小道消息提前购买股票敛财,涉嫌非法交易。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,郑荣和的母亲以郑荣和的名义摆入了约231万人民币的股票,并很快抛出赚了115万。 因此,瞬间成为了网民攻击的对象。 综艺节目下车活动全屏,而此时的FNC根本没有为郑荣和做任何公关,甚至放任郑荣和被网友谩骂。 郑荣和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表示,会整夜的尸眼,夜里看着窗外的修道院一直到天亮,脑袋里全是不好的想法。 此时的金西彻,精准地说出了他的感受。 但警方在经过一系列调查以后才发现,郑荣和没有问题,真正进行非法交易的,是他的队友李宗炫。 据警方所述,李宗炫和公司高层一位女高管关系匪浅,提前得知了刘在时要签约他们公司的消息,有意图地购买了公司股票。 而李宗炫明知道郑荣和是被冤枉的,还在他被带走以后,像没事人一样,在网上晒出自己吃喝玩乐的照片。 因为让郑荣和帮他收拾烂摊子这种事,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做了。 所有人都在期待郑荣和退出C&Blo,不是因为他出了丑闻,而是不忍心在看他受罪了。 2019年,李宗炫被曝参与胜利门,粉丝的第一反应是求郑荣和舅舅李宗炫,因为他是C&Blo的队长。 然而平日里,李宗炫对待郑荣和的态度,可以说是他毫不这么认为。 早期郑荣和为了组合,能尽快在韩语圈拥有姓名,一直卖力创作。 最后出现了《Can't Stop》这首名曲,再组合上了人川亚运会的闭幕式。 可李宗炫非但不理解,还在采访时阴阳怪气地说,有了郑荣和公司的作曲家,都可以歇歇了。 郑荣和作为团队里的主唱,跑行程的时候,烫哑了嗓子需要吃药。 李宗炫在旁边冷嘲热讽他我的嗓子,怎么没有你的那么娇贵。 甚至还因为郑荣和去演戏,而内涵他不够,专注音乐,完全忘记了郑荣和三年只拍一部戏。 而他自己一年接拍了三部戏,也许在李宗炫眼里,没有火过原来是美男的作品,就不叫拍戏。 即便被李宗炫这般对待,郑荣和还是尽到了做队长的责任。 当李宗炫参加我们结婚了时,郑荣和还作为节目邀请的嘉宾助阵。 为了节目效果,他卖力地抱起了李国主,翻腰果干。 但反过头来李宗炫送他的是一场胜利门丑闻。 在侥幸逃过牢狱之灾以后,他选择了退队。 所有人都在期盼C&Blue就此解散。 郑荣和开启solo之路。 然而,他却在2020年选择了续约。 谈及原因时,他说因为自己还有没完成的信念,不想认真组建的招牌,自此蒙尘。 只能说能被粉丝叫做南韩活菩萨,都是有原因的。 之前的原因是在核心中发生的状况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